明明民主思维的改变将有助于国家司法的改革 我是饶兆颖 让我们一起守住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当头我是孙仁 刘高正好我是维尔 回来关心一下中华全发生的事情 首先关注一下中国北京这边的雾霾情况 中国北京就是守住这边的北京的雾霾情况 就是过了这个元旦之后 在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是好转了 然后在当天就是元旦当天早上的11点30分的时候 北京的北京的气象台 这里已经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的信号 可是天津山东辽宁等地区还是受埋没的 所以整体看来的话 北京这边的情况是已经好转了 然后空气也变清新了 算是一个新年的好消息 可是当然有一些部分地区是比较没那么幸运的 还在承受这个世面埋伏的情况之下 是那当然这样子的一种空气状况 对于北京的市民来说是一件好消息 但是并不是延伸到其他的地区 所以就希望说在来临的在新年 新春期间或者新春之前 这些空气会稍微有些好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春节要到了 那春运这个事件 这个事情呢是每一年都会有的 就大家在外地的一些游子呢 都会涌到这些车站啊 或者是交通署 就令到那种整个状况是很非常拥挤 非常的那种闷热的 那如果这个烟霾或雾霾情况没有改善的话 也许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更大的严重的危害 是所以在这个天气情况或者是空气素质的情况这一边 希望中国这一边在春节之前可以完全的改善 然后大家可以开心的过年了 换一个焦点就看一下中国的南海这边的一些情况吧 说是南海其实对了 就是南萨群岛这一边的 这个有一个叫做永属教这个地方 就是中国就派了民航的飞机在这一边试飞 就在这个永属教的这一个机场上面试飞 然后这一个情况就让越南的外交部这边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越南对于这个岛也有一个名字的 越南就叫它叫十字教 那么你看到中国就叫永属教 越南叫十字教 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知道说两方面都对于这个岛教有一定的 就是一定的说法或是一定的这个立场了 那么中国在这边对于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在机场这边做一个试飞的时候 越南当然就会觉得说 这个方式就好像在宣示主权一样 那么中国这一方面也就对于越南来说 他们这个南海本身 中国在他这个立场上面也就是很 就是很坚持的 所以两方面在这个时候就有一点不可开交 然后就好像有一点点情 就是怎么说 就是有一点尴尬的上方 那越南外交部的发言人是叫李海平的 他在星期日的时候就表示说 中国对这个永属教机场进行试飞呢 等于是说 侵犯了越南对南沙群岛这个主权 因为越南方面是认为说永属教呢 是越南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就是越南称了长沙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他也说 中国这方面这种举动呢 是除了侵犯之外 还违背了两国领导所达成的共识 和双方在之前说 指导解决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那以及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一个宣言 就是简称为DOC的 这样子的这些说法 各有各的这个立场吧 我应该这么说 李海平他站在这个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这个立场 他必须这么这么去说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站在越南立场 确实本来他们就把这个永属教 就是他们称为时日教的这个地方呢 看着是自己的自己的这个领土 对没错 但中国在那个地方竟然建了一个机场 甚至你看这个卫星的照片 拍起来很清楚确实可以看到机场跑道 但是我现在有个疑问 就是说这整个永属教或者十字教都好 总之是这个这个教导里面 说这些建设究竟是中国做这个建设 还是越南做的建设呢 如果没错的话 这大部分建设是中国在建了起来的 那个时候中国做建设的时候 越南是只是每一次都会有这口头上的一些抗议 但是他们没有做到没有实际上有其他办法来抗议 无论你的这个越南的渔船 还是这个海军军舰 你都没有办法开到那边附近 为什么呢 因为周围都是有中国的军舰在 那当然中国的军力呢 肯定明显的比越南来的更强 所以越南也不敢跨越雷池 应该这么说 跨越雷池太半步或太多 因为之前的有一些报道都看到说 越南的一些渔船啊 别说是别说是这个军舰 就是渔船渔夫 如果不小心进到了这个中国的军 海军的这个海域里头 他们都会把他们先 可能抓了起来 还是质问他们什么东西这样的 或者把他们赶出去 是对于这个永暑郊这一边 中国的一个态度是很坚持的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 他就说了一个一段话了 他就说的话是永暑郊这边的机场 已经是竣工了 然后中国这一边对南沙群岛 或者是附近的一些海域 是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 所以有关的活动都是中国这一方面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不接受越南的无理指责 所以越南这一个情况之下是拿中国没有办法的 因为毕竟岛上的这些建设都是中国建起来的 那么现在中国想要在这边做这个是非的行动 虽然说对于越南来说 看起来它是在就是很霸道的一个情况 可是那也没有办法的 因为毕竟刚才也说的 中国的实力是确实是比越南大了很多 是那中国在近几年来 其实很积极的在南海很多个不同的岛交 就进行了一些造岛或者是填海造陆的这些做法 那当然永暑郊只是其中一个了 可能在它的地点上的一些策略性的位置 所以他们就选择在永暑郊这个地区 就建了这个机场 作用是干嘛呢 这机场其实大概它跑道是3000公尺长 这样子的这么长的一个跑道 其实可以让军机起落了 那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明显看到中方有一定的这个军事策略上 或战事战略上的一种考量 他选择了永暑郊呢 作为一个可能就是军事基地 这只是一个说法 我只是一个揣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到他 你在一个这样岛礁上面建这个跑道干嘛 而且你看起来这整个岛礁 它不像是一个旅游胜地 当然它可以可以发展成一个旅游胜地 因为毕竟你看附近的海域 这些从从卫星上看起来 好像挺占蓝色的这些海洋 还挺漂亮 对对没错 但是你你建了这样子一个跑道 然后在那边从这个卫星店上看 卫星照片上看起来 好像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这些发展 所以感觉上它只是纯粹作为一个可以让飞机起落的一个基地 同时甚至可能有一些建设 我们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比较像是一些比较工整的建筑物 看起来不像是有酒店设备的那一种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推测 有可能这个这个人造岛呢 会会把它变成一个一个军事基地 或者军事作用的一种方式都可能 是相信它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毕竟看所看到的这个揣测 看到的图是揣测之下 它是很多的空地 然后都是很工整的那个平方米 都是很工整的这些工地 然后当然如果是这个军事基地的话 最担心的还是美国人 因为美国毕竟对于中国一直在外面的这些交岛上面建基地的话 都是有一份的这种担心的这种心态的 美国只是如果用我们的说法就叫鸡婆 其实对在中国南海 就是这个南中国海这一代关美国屁事 他那么远干嘛管到这边来呢 所以这是他鸡婆 如果要担心担心什么东西呢 你看越南 担心中国的这个势力 对这个势力可能会扩大 扩大到比如像像他的美国的一些好朋友 对 就越南啊菲律宾啊 当然菲律宾越南 他可能会跟美国求助了 你看这个中国啊 就在就在这个海域上面建的这样子基地 可能还会还会煽风点火挑破离间都搞不好 是 所以这个情况还是要看中国和越南 或甚至是美国这三方面怎么样去解决 怎么去协调好的啦 虽然说要协调的话 好像有一点不太可能 可是还是希望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展望了 接下来就看一下中国的解放军这一边的事情 中国解放军的第二炮兵 简称二炮了 已经正式升格改名为火箭军 所以是成为解放军的第四军种 如果根据报导说 中国的原力属二炮的所有单位 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是全都改名了 所以这个就看到说改名了到底可是可是其实好像实质上也是做着同样的事情 也是同样的事情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 嗯我不太明白这种改名的作用是什么啦 其实比较强一点吧 可能炮兵听起来很难听吧 火箭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士气一点啊 嗯也许只是这个原因啊那当然呃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内部的一种改革啊 就是中国军事内部的一种改革呢 甚至呢是一种呃怎么呢 重组这也可能的 因为毕竟他们整个军事力量呢已经开始了 我们之前也谈到他不单只是要向国外给国人看 最主要还是让国内的人看 国内让中国国内的这些民众呢会觉得说 哎中国军事强大了起来了 所以这种民族的情情感啊会变得越来越强 啊这就是为什么啊 其实呃习近平啊还有这中共的政府呢 他们才在做了一种动作 就是让中国呃的民众对中国的政府 对中共是有强大的信心的 认为我们的领导是可以呃让我们安心 不单只是可以稳定国家内部的局势 甚至呢可以强呃怎么说呢 对国外来说呢是有这样子的呃应对的 威胁对这种能力的 是呃当然成立火箭军 呃被改名火箭军之后 是不是代表说中国有很大的核力量的建设 呃中国国防部长的发言人 他就说中国始终是还是不奉行啊不使用这个武核武器的政策的 所以现在还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啊 啊核力量始终是图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之下 所以中国的核政策和这个核战略是一贯的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听到这个之后是不是大家也呃对于 核武核武器这一方面的事情是有一点点的呃至少 至少现在知道中国的战政策战争的这个策略来说是没有用到这一点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来看哦这样子的说法一就是说中国本身呢他们对于核武器他们是有一定的研究甚至有一定的成果了嗯 只是他们基于可能某一些政策他们坚持呃如果飞到必要的时候就不用核武器但是不是说他们不会用也不是说他们没有 嗯而是说他们有但是不用对就是没有必要我们坚持不会用啊飞到必要时刻就不会用他这可能你可以从这方面来诠释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怎么样呢 就是说可能中国的核武器并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所以呢当然他会这么说就让人家感觉到哦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其实我有只是说我没有到必要不要用但是这个话这个话里头呢可能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刚才说了可能他们自己的这个核呃技术并没有到达像美国啊去到这样子的一种我就说用在呃军事力量上了哈呃可能没有到达像美国啊 俄罗斯啊这这些国家这样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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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所以如果说真的要要引发核战争来说其实呃不单只是吃力不讨好最主要的还可能是两败俱伤其实核力量这个核武器这种东西啊你不用去到太强嗯基本上你看啊在呃二战时期美国投下的这两颗原子弹它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了很大那个你说现在的核武这个核技术 跟过去比有没有进步更多不太清楚可是应该都有吧肯定有进步更多呃所以你看过往的这样子的一种核技术它已经能造成这种伤害了你想象一下即使中国有的过往的这种核技术它即使跟呃其他国家如果真的来一次核战争的话嗯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到好处是肯定是两败俱伤甚至是土炭生灵的嗯是所以这一方面呃 呃现在暂时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话那真实也是一个比较啊比较是大家感觉到比较安心的一个情况了然后我们换一个焦点看一下台湾这一边的事情台湾再过两天就是台湾总统大选了 那么我之前的这个正义人武红秀柱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没有办法去参选这个总统的吧所以他就去到很多的地方包括了香港还有澳门这边为他的这个呃国民党的候选人就是朱立伦站台造势 就希望说呃在这些呃香港啊中国澳门这一些地区的台湾人可以回家投票呃这个方面就大家看到说呃红秀柱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呃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呃原来要去参选总统这个职位突然间被换下来了现在很大气的去为朱立伦站台所以这一个方面就有很多人呃最对于他是很多疑问同时也有很多赞扬的 就是说他很大气的这样一个感觉了当然他这种做法确实让更多人会觉得说他不单只大气啊而且是呃就是自己本身呢是主要还是为了党为了人民的利益啊其实这个形象是非常好的超级好啊对超级好如果他就算他这一次没有出战但是呃来月方长嘛那么年轻对吧呃可能下一届的时候呃多几年后出来他他可能被推举出来那倒是他形象可大好了 是因为这个毕竟这是一个profile嗯让人家说哎上一次你看哎呀他其实本来就应该他上阵了但是呃基于某一些原因啊就对了就把朱立伦推上去那朱立伦无论当选不当选都好那下一次如果是红秀柱再出来的话只要他在这几年内表现呃我不说非常出色那起码中规中绝而且实际上有好感的话那下一次大线搞不好就是他可能会有机会获得很大一个支持力 毕竟实是造英雄嘛对吗